好 同學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首客家山歌 叫做首攀花樹望郎來 早期客家人來臺灣開墾的時候 在他之前已經有漳州人和泉州人 來臺灣開墾 因為漳州和泉州人 他來臺灣的時間比較早 所以一些比較清華的地區 或者平原地區 大概都被張宗和泉州人已經擁有了 所以客家人他要開墾的時候 他就必須到比較偏僻的地方 或者說是丘陵地或者是山坡地 那麼這些地方因為比較難開墾 所以他們就必須用更多的勞力和苦力 來開墾這些地方 因為在工作的時候比較辛苦 所以他們就會哼唱一些曲調 所以這客家山歌就慢慢慢慢地形成了 那客家山歌呢 大部分都是以情歌為主 也就是說這個年輕的阿哥 他為了這個生活上的需要 所以他必須到比較遠的地方去工作 那這個留在家鄉的阿妹呢 就會日日夜夜地希望 阿哥可以早一點點回來這樣子 好 那麼我們現在就來聽聽看這首 說三天發生的夢想 希望你們能夠遠的地方 希望你們能夠遠的地方 那一天發生的夢想 風天安妮 從世代 阿貴 修羅 天安妙女 天安妙女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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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宗盛